朋友们好啊 2022年的1月19号 这是星期三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说毛主席从上井冈山 包括下山以后 在杭州跟周古城 刘大杰这些教授们在一起 谈笑往来 那么呢 是专注于意识形态 而这些东西 和当时正在如火如荼的 在全国上下 开展着的 这个戏剧革命 江青领导的那场戏剧革命 也是 立足于意识形态 包括毛主席对 中宣部 包括这个文化部 对于那些个 P2V俱乐部 做鞋 什么的 那些个鞋 所做的批评 所有这些东西 都说明毛主席 那个时候呢 应该说是 处于文化大革命的 准备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 毛主席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些 就是大专意识形态 要在上层建筑领域 这个为文化革命的 开展 做这种 前辆的准备 那么不仅 这些方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毛主席 把相当多的精力 投注到了 中国的教育革命上来 或者说叫教育改革 因为文化革命 归根结底要落 你要落到哪呢 在哪落实呢 很大的程度上 要落实到 教育上 因为教育 它事关未来 因为教育 它关乎着 你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那么毛主席 包括返修 防修 所有的这些理论和实践 归根结底 最后就像九平 九平之后的第九平 为什么最后落到了 基班人的五项条件上来 基班人五项条件 毛主席曾经说过 跟毛远新说过 基班人五项条件第一条 就是他们应该是坚定 他们是马斯类能主义者 他说的什么 这是个方向问题 第二个毛主席说什么 毛主席说当时应该是 权益为人民服务的 这说明了 说着接班人的一个方向的问题 那么第三第四第五 说的是什么呢 批评自我批评啊 什么这些东西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方法问题 但是归根结底的落的是什么呢 是接班人的条件 而接班人要想 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未来的接班人 要想大批量的产生 要想大批量的产生 符合一接班人 五项条件的这样的 无产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那么首先就要在哪 首先就要在学校 就要在教育上 予以体现 很大程度上 这些的接班人是 在学校里通过 通过无产阶级的教育 而培养出来 所以毛主席对教育问题 非常非常之关注 王大明这顺义 像66年的时候 为什么王大明一开始的说 首先高效率冒出来 这和毛主席在这之前 王大明之前的说 酝酿期准备期的时候 关于教育问题的 多次的谈话 以及对教育工作的指导 那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 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 对于今天 当下此时的中国人来说 同样是十分十分严峻 和十分重视的问题 太大了这个问题 改开放四十年 到今天为止 积重难返的三座大山 压在中国人的身上 最重要的 或者说比房地产还要早的 那两座大山 就是医疗和教育 这几天都在谈 避孕套的问题 避孕药的问题 说房地产 高房价就是避孕药 那么呢 不堪重复的 这个医疗费用 还有不堪重复的 子女教育的问题 这真是中国人 当下此时 中国人莫大的负担 你就在双减 你只要你根本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体制不改 你减不下去的 他们会以满大级的游击队跟你相抗航 家长们 会以各种各样的 这个奇葩式的这种思路 去寻求子女的课外教育 为什么 因为你的 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没改 你这个小生初 你的中考 你的高考 然后呢 你整个的社会的这个人才的需求 你整个社会产业的这个布局 你国家整个宏观政策 落实到这个大学生就业 你要落不实的话 那么教育这个问题 就将永远是套在中国人脖子上的枷锁 解都解不开 中国的研究生为什么满大街都是呢 我早就说澳洲算是西方社会里面 应该说教育很发达的国家了 教育都成了国家的一大支柱产业 我在澳大利亚没听说过 澳大利亚这个 教育成为澳大利亚人的这个生活负担这个事 没有 大家对于教育 对于受教育之后的未来 的期许设计和安排 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那样的平和 那样的豁达 那样的实事求是 有钱你可以上私校 没钱我们就十二年义务教育 就进上小学 就进上中学 孩子学习好了呢 我们以后就上大学 孩子学习不好呢 以后我们就读个TIF什么的 职业教育这一类东西 当一个孩子高中生回到家里 高三高二的学生回到家里 告诉爸妈说 爸妈我打算去读一个什么职业教育 我想当个厨师 我想成为一个电工 我想成为一个什么 没有爸妈不祝贺他们的吧 好啊孩子 你终于有了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向了 我都支持你 出来乍到的中国人都觉得不以为然 说他们都是那么装的 就是为了不破坏家庭气氛 其实他们心里失落着呢 他们希望孩子都上莫大 都去莫大士 都去国立 去西纪大学 什么的 孩子不争气 学习不好 去读他妈的一个一个一个 职业教育 学人手艺 他们失落不得了 但嘴上还不说而已 中国人都这么揣测人家 冷戒的太多 但事实上什么 事实上你在这生活久了之后 你发现不是 这个揣度不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这个澳大利亚的整个社会的这种环境和教育理念 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人的职业观 跟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没见到这地方 一个厨师会被人歧视 恰恰相反 厨师是澳大利亚非常受尊敬的行业 一个孩子说他爸爸是厨师 所有人都会向他投影 羡慕着眼光 说你真有口福 就这意思 是啊 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 女总理吉拉德 他的partner 他的男友还不结婚 男友就是剃头的 以美发的 然后这总理跟他过得很幸福 几十年了 一直到现在为止 吉拉德在墨尔本的房子后来卖掉了 是我的一个老大哥买的 买了他的房子 吉拉德 我们给他起名叫吉屋 叫吉屋 那我们一老大哥就把他买了 希望能够借点人家的运气 但是那个房子就是 吉拉德跟他的理发师的男友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 这样的一个故居 澳大利亚的一个尼瓦将 七一块砖 这是国家有航运规定的 七一块砖 现在好像已经是一块砖 已经过了两刀了 就是两澳币了 已经过了两澳币 我一个朋友来我这 聊到这说 他妈在中国 我们中国的瓦匠 弄过了弄过了 中国瓦匠到这 他妈一天 淡了他妈16个小时 这钱不赚飞了吗 很好 不对 我告诉你 恰恰不对 其实这地方的人 他把他 这个泥瓦将 没有人这么干的 温度超过25度 人家不动泥的 因为动了的话 质量不好 他关系到建筑质量的问题 最佳的温度是什么 是25度以下 第二 他绝对不会从早干到晚 这地方一个泥瓦将我也用过 我也请过这样的泥瓦将 在家里做事情 早晨七八点钟来 坐到90点钟 人家有自己的Mounting Tea 休息完之后 接着干 到中午的时候吃午饭 再看一会儿说 这个温度如果高了 干脆收拾东西回家了 不干了 一天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工作 这是非常正常 即使都OK 各方全都OK的话 吃完中午饭以后 再干一会儿之后 下午两三点钟 肯定是不干了 回家给孩子做饭 但是就这样的泥水价 一年的收入二十万刀以上 是很正常 所以大家你看 很多工人聚居的 这些个街区 都非常漂亮 都非常漂亮 因为他们的收入 非常之稳定 所以一个泥瓦将也好 一个电工也好 一个水暖工也好 后面的就是一个 中产阶级家庭 幸福都不得了 很多好的 而恰恰相反 这个地方应该说 薪资和收入方面 承受了可能的 最大的危险的 恰恰是在office 办公的一些人 你看那今日 风光都不得了 可能明天他就失业了 他就请完蛋一个 所以知道 当然你经常看到 你经常看到开着奔 开着马 或者开着马沙拉蒂 或者更多的卡燕 然后到他们家 楼下的咖啡馆里头 周五的时候 到那就 拿一杯咖啡 告诉我 下周一给你结账 他没钱了 实际上 他连三颗钱的咖啡钱 他都没有 65% 将近70%的 澳大利亚人的存款 不超过一千多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保障 让他没有互顾之忧 有病了 不花钱看 你真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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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困潦倒 政府还有救济 老了有养老院 死了有人埋 就是这样子 那干嘛要存钱 所以整个的社会体系 已经成熟 运转了多少年了 非常非常成熟 所以在这样子 你很难看到 比如说职业的歧视 他不仅仅是人的 人与人之间 关于职业的歧视 他这个歧视里 包括你的收入的问题 你的社会地位的问题 甚至社会对你的这个认可 和评价问题 综合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东西 没有 或者是很少 很少 很少 我儿子高中 成人里的时候 家长都出席 然后很多很多席 我们这张席上 也是十多个人家长 做什么都有 银行的经理 这个高管 这个什么IT的 什么都有 也有匆匆忙忙赶过来 这个这个 一手老捡的这样的工人 很正常 没有什么不适合他家 开着玩笑聊着天 没有问题 我儿子上大学 始终是在 这个打工的过程中 度过的 很独立 那么到三年级的时候 二三年级的时候 他在这个 我们这个社区里 去做这种 这个这种兼职 这种part time的工作 比如说在 英文馆里面 比如说在这个剧场里面 做一些的 这方面的工作 回来他就说 他的好多同事 这种full time的这些同事 很多就是高中毕业 很多女孩子 什么的 做了妈妈 甚至什么的 就是高中毕业 然后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然后就有稳定的收入 然后就结婚 嫁人 生孩子 然后慢慢慢慢 就是澳大利亚人一辈子很多 绝大多数澳大人一辈子 就这么过去 就是这么过去 他很多很多的岗位和职业 他恰恰不要你大学生 不要你研究生 更谈不上博士 你不是大的一些个超市里面 一些个收银的什么 一个收银员 他就可以做一辈子甚至 养家户口都没有问题 说国内九百多万的大学毕业生 或者说今年是明年 是去年 是要有一千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 那我听到的更多的是什么 是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为了 不失业不待业 怎么办 那干脆读研究生吧 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解释 就是为什么中文的研究生这么多 就是因为毕业 本科毕业以后 找不到下样的工作 接着读研究生 听说深圳的这个中小学 都得是北大和清华了 甚至深圳那些重点的高中 像深圳实验呢 外国语什么的 好像对北大或者清华的什么研究生 什么的 才可能有竞聘的资格 这在奥特莱你完全无法想象 这里面有小学教员一年的年薪 也就是五六万 五六万都 但是你看很多 这个老师什么的 包括我儿子上中学的时候的老师 都干一辈子教师 很幸福 很好啊 你没见他怎么穷 怎么叫苦 怎么控诉 很好啊 摩尔本大学的 学音乐的 然后就在一个中学里 一个私校里面 做了半辈子老师 大半辈子老师 很好啊 你不知道这地方很多学生 为什么毕业之后 绝大多数能参加工作都参加工作了 你比如说我儿子 我儿子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已经毕业了 读了三年半 读了一个学士 还读了一个音乐的文凭 因为摩尔本大学没有双学士 所以他读了一个学士上课 然后读了一个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位 一个文凭 一个文凭 他是八月底拿到的毕业证 但是他八月初就已经正式工作 就结束了他以前打工的这个生涯 八月初的时候 他忽然间回到家里告诉我说 爸妈我已经找到工作 我们都不知道 这都是他自己做的事情 同时呢 你拿到了两个offer 一个美国公司 一个是荷兰 总部在荷兰的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 澳大利亚的分公司 然后呢 还是上市公司 拿到了两个offer之后跟爸妈妈说 我拿到两个offer 请爸妈给我们提提意见 给我们提提建议 给我提提建议 我怎么选择 这是个礼拜五的晚上 然后星期一上午呢 他就通知另外一家公司 sorry 我就不能去了 我有了新的选择 那就 八月九号那天 他就上班了 一直到今天 稳稳当当的 就是工作着 很happy 非常舒坦 从事们之间非常融洽 见过几次面 因为疫情 更多的时候都在网上办公 然后自己也是 很勤勉 很努力 成绩斐然 很好 他的很多其他的同学 大学的同学 包括中学同学 甚至有的小学同学 也都是这样 也都工作了 不同的职业 大多数都工作了 都自立了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一套体系 它是一套体系 而根源是你国家 整个的这种教育方针 教育体制 教育方针制造下的 教育体制 就是你 培养什么样的人 你为什么 你要在自己的国内 做教育这个工作 你是要培养 他妈的当官 做老爷的人 要培养一批批人上人 你还是要培养 有知识 有文化的 有益于这个国家 未来的这样的 普通的劳动者 为什么去年 是前年 去年吧 江苏浙江的一些 什么民办的一些 什么学院闹事 很多家长 甚至不远千里 几千里跑到学校 就领着孩子 一起去闹事 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高考的时候 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嘛 所以你好的学校 去不了之后 就去了这么一个 叫做本科的 这样的学院 然后说 毕业的时候是本科 结果上了上学 告诉你们 这就是个职业教育 最后学生 跟家长就都急了 就开始造反 造学校的反 一时闹得不亦悦哭 舆论哗然 他们的诉求 有他们的道理 对于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当初怎么入学的 去校方的承诺 后来这个校方的这个 这个反悔 给他们造成的这种失落 深深的理解 但是有一条 这从中 这从中暴露出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今天的中国 这个价值观 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什么样的通行的价值观 为什么上大学 为什么要接受高等教育 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学生的家长 心里是不言自明的 都是统一的标准 就是想以后成为人上人 你在国内说 我是学文技术 做厨师 做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你这孩子 他没出乎 你最有多的本科 你接着要求985 然后北上 这个这个北清 这样的学校什么的 那你孩子 他没有出去才好 开启玩笑 14亿人 多少青年人口 如果青年人口 都读了博士了 那这个社会以后 谁做工 谁做农 谁务农 谁当兵 可能吗 但是明知不可而为之 全民族 全国家等 上下下大家 都卯足了一股劲 勒紧了裤腰带 他妈的 撕起袖子 使劲做 使劲干 干嘛 让孩子出人头地 所以大家都是走这个独木桥 那内卷 能不能有内卷吗 都走的是独木桥 那卷能不惨烈吗 你想 都走独木桥 你真的怎么可能 有一个和谐的 这样的社会 你想一想 可能吗 怎么能够不相残相害相杀 这是最令人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大家都不容易 我们都是社会底层 我们都是工薪阶层 我们都是怎么什么 干嘛 没有背景 没有太子党 不是黄二代 我们也不干嘛 最后呢 你知道昨天 前天我看到 是哪个 哪儿的儿童医院 江苏是哪儿的一个儿童医院 五六个这个人 手里拿着刀 追着砍杀一个儿童医院的一个客主人 这一出出的人间惨剧 这怎么就他妈屡禁不止 这怎么他妈的就是 这是一出接一出 学生和学生之间 同学和同学之间 复旦下药的 是不是 什么 不说 这是太惨 这一动 为什么呢 这么扭曲呢 为什么这么变态 你说都是个体的性格问题 个体的精神状况问题 即使他的精神命 谁让他得了精神命的 没有强大的社会压力 没有浓厚的社会氛围 没有那样的一种社会价值观 通行的社会价值观 但是他是扭曲的 是变态的 能有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 这个变态的个体诞生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但是我生活在这样的国家 我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下生存 我面对的就是这样竞争的同类 就走的是多么强 要么我过去 要么被别人拆下去 咽死 所以是什么 归根结底是什么 归根结底 有人说这是个教育理念的问题 教育方针的问题 其实你归根结底 你再追根溯源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天天说什么事情 我都 我都是要不由自主的 最后归结到什么 就是 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的问题 有了一切向前看 一切是什么 就是所有党政居民学 是不是 一切向前看 是不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一切向前看的 官方文字版 一切向前看的 那就是 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子 我今天工作的人 我要向前看 我今天在位的 这个官当官的 我要向前看 那么今天还在学习的学生 就为了未来的钱去学习 一切都向前看 大家形成了统一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那不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上了这个独木墙了 什么公平正义 什么道德伦理 什么高尚的情操 什么武将四美三十来 尽什么名 这都是屁 谁穷 谁光荣 谁穷 谁发家 谁光荣 谁穷 谁果凶 这不就是中国通行的 这这这 大型七道的这个价值观 那你就在这个之下 那你想 他能不有一出一出 扭曲的人格的诞生吗 有一出出 这悲惨的人间剧 在上演 我说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两天放 叫什么 林荣任 林荣任 我还说孙林军 那个事 我那天说孙林军 那个事的时候 我提到这么一个观点 有朋友私心里 跟我跟我探讨 我说六零后 和七零后的干部 有别于他们之前的 五零后四零后那些干部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五零后 四零后 三零后那些干部 最后可能也腐败了 晚节不饱了 最后也判了 也批了 甚至可能也有弊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人 他从政了前半截 应该说 绝大多数的人 是可资回首的 他在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写的时候 他真可能是气着血写 你不要说他们 就我这六零后 我写入党申请书的 我真是很郑重的去写 我当年我入党的时候 得到了入党 看完会之后 说我已经通过了之后 第一时间我是给老夫妻发电报 告诉了我入党 那你说不真诚吗 但六零后像我这样还算少啊 六零后比我觉悟的人多了去了 你一下压根不把这东西当回事 早都看透了 这个东西就是他妈的 就是当官做老爷的 必须具备的这样 必须揣的这样一个本本 这样的一个资本 所以一定要把他打下 有别于三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些老干部 六零后七零后 你把孙力军 这典型奈着 他们所受的教育 是孙力军六九年出生 七九八九年 二十岁 八七年应该上大学 正常 他上大学那个时候 就是中国官岛 就是最开始最疯狂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中国人就开始知道了 钱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 就开始已经 在尽管有着 所谓的八十年的文化热 这样的大背景 但已经开始有了什么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腐败 而这种腐败在大学里 一样开始了 只不过呢 不像现在这样 什么的万劫不复而已 这样普遍 这样他方式 要不怎么八九年 我们闹事 反关岛呢 是不是 我们那代人是 包括孙力军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知道 啊 关可岛可以放在一起 有了关 做了关 有了权力了 你就可以 去大肆的发财 去敛财 尽管那时候 我们觉得 大多数人包括我 比如我 我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排斥的 所以我们要反对他们 所以我们上级要游行 但是有先知先觉者 比如说 孙力军这样的人 他就比我们先进的多 脑子活分的多 他就觉得以后 我就要这么干 所以他毕业之后 那个节目就说 跟他爸开始干嘛 倒卖钢材 就开始发 又发家致富 后来他爸爸找人 给他弄到卫生口之后 他办第一件事 进了卫生口 坐着公务员开始 他就开始 就 在药企 和企业药企 和医院之间搭桥 然后就 就就就就就 三七分成就开始了 就开始 就是他们那代干部 那代人 孙力军他们这些人 从走入 社图的第一天开始 他们完全就没有什么 理想和信念 如果有的话呢 孙力军说他 犯了这么多错 根源是 丧失了理想信念 不是的 他说这都假话 恰恰不是 因为他从来没有过 所有的理想和信念 如果说有他理想 有理想和信念的话 那就是发家致富 升官发财 那他从来没失去过 这些念 他只是越来越浓厚 这就是改革开放前 和改革开放之后 魏晋之分的 两种教育制度下 培养出 形成的两种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 形成的 截然不同的 几代人的这样的人生 他们的青春岁月 和他们的 这个人生 教育 就严重到这种程度 教育 就事关着中国的未来 教育就事关着 中国的社会主义 事业的成败 教育就事关 能不能培养出 合格 越来越多的 合格的 无产级革命 事业的接班人 这毛主席在1966年代的时候 就早都认识的 透透的 所以毛主席 那个时候 抓医生意识形态 在上层建筑里 给文革做准备的时候 就一只手 非常非常顽强的 抓住教育 这个事就不放 几次三番 于公于私 多次表达的 对中国教育 现状的不满 而提出了系统的 毛式的 这种面向未来的教育观 而这种东西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 应该说得到了 相当程度的这种体现 落实 并且在文化大革命 十年极其厚的 相当长的岁月里 接触了硕果 你看今天 我吃饭的时候 看那个周七仁 周七仁又不说了 这都是杜润生的弟子 这一说到杜 大家都知道 杜润生 我们不管他自由化 我们不管他幼不幼 周七仁有那么一个视频 他就说 文革他说他从上海 他上海人 怎么到北大荒 在黑龙江 当之清的经历 有心无意 当之清的时候 怎么样在山上 跟他的师父在一起 打猎 蓄木 然后呢 他那个师父 他就叫老张头 他跟那个老农民在一起 他发现那老农头 那个老张头 浑身上下 从头到脚 全是知识 比他在上海的爸爸妈妈厉害多了 那才叫学问 而这种学问是什么 不是马伟伯的功能 那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那是放大了 个体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放大了是什么 那是实实在在的 国际和民生 你说一个学生跟这样的人要学会 在他的师父这把他师父的东西 学个他妈七八成 他对社会的贡献度 价值更大 还是说像他妈张文英直流的 冰棍论呢 量女宣家论呢 什么这些这些狗屁的经济学理论 霍国压名的国际经济学理论 渔国渔民 有价值吗 教育 中国的教育 中国教育这种 顽疾呀 不敢想 你想非常悲观 因为这个东西一代又一代呀 这个轮回得经过多久呢 你像今天的老师 不都是在这种体制下教育出来的 然后今天成为了老师吗 你以为在他们身上就能实现这种逆转很难的 包括政策的制定者 但是中国今天的这种教育体制又不改 中国今天的教育方针如果不改 中国人的教育的价值观 要是不彻底的修正 归根结底 改革开放四十年 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 如果不得到根本上的波乱反正 你光一个教育就足够中国人再负担多少贷 而这个东西的前途让人真是登高一望 这是他妈的爱人身上 没有希望这样下去 不要觉得沉迷于一时的 这个所谓的教育成果 那可能都是他妈未来的地雷炸弹 所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力之前的时候 把主要相当一部分经历放在了教育革命的问题上 它有的非常深远的意义 那真是一个有远见的伟大的导师的思考和作为 而当年毛主席的思考 以金方大命实践中国教育的实践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这个意义太重大了 我们明天接着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